台中县马兰年龄阶层文化促进会 日前在马兰部落文化广场 盛大地办理了 2018大马兰阿密斯文化音乐会活动 邀请了大马兰地区的16个 阿美族部落以及旅外的族人 透过歌舞表演的交流文化 联系彼此之间的情感 也延续传统歌谣的传承意义 2018大马兰阿密斯文化音乐会 在部落族人精彩的表演下登场 台中县马兰年龄阶层文化促进会 透过跨部落合作的音乐盛会 凝聚台东市大马兰地区16个阿美族部落 年轻人把你们的青春活力拿出来 主要是想要扩大一个部落的连结 因为其实现在部落都已经分散了 但是主家是在马兰 想要透过一个这样的办活动 一个概念是有一个回娘家的概念 这些部落都觉得说马兰主家 大家都回来参与 这是我们办这个活动的初衷 部落青年也在参与的过程中 领会传统歌谣与传承的意义 看老人家的唱歌然后再到我们自己的表演 他的学习跟传承的意味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往以后啦就是最多举办像类似这样子的活动 让更多让更多人一起来聚集在一起这样子 2018大马兰阿密斯文化音乐会 除了展现歌舞表演 福音传唱外 也希望透过音乐连结部落 并展现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双重意义 记者夏佳慧台东市报道